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96集,结单一 作完两件内甲后,胶皮还剩下不少,被王林收入储物袋内,留待以后换取材料 一整条蛟龙就这样变成了种种宝贝 又过了一个月,这一日,王林体内第三颗寒丹终于凝结而成 三颗寒丹在他的头、胸、腹三个位置,一丝丝阴寒灵气在三个寒丹之间循环 王林睁开双眼,目中露出激动之色 他深吸一口气,二话不说,再次合眼,准备一股作气,寒丹归一 司徒南曾经详细的讲解过修炼黄泉声窍诀三丹合一的过程 这三丹合一啊,分为初步融合与深层融合 如果他能做到初步融合,那么就算是真正的半只脚迈入结丹期了 待静修至深度融合达到皈依的瞬间,扶下天离丹冲刺 他有八成的把握,可以最终结丹成功 天离丹呢,他并未让李木碗炼制成品 毕竟这需要一个较好的炉铁 半成品的天离丹只有一个 他必须要做到最大程度的保证成品的几率 同时啊,他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那就是用磨血藤制作出一粒四品天离丹 以前他觉得呀,南斗城炼气宗的熔炉太贵 现在有了蛟龙皮,想必应该可以换的 若是依然还换不到,王林决定了 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弄到一个 想到这里,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尝试三丹合一 祖鞘,汽海,丹田分别有一个邯郸 三丹合一就是打破三学的平衡 致使三个祖鞘邯郸下城与汽海邯郸融合 这就是初步融合,若是做到这一步 接下来就是下沉到丹田,与最后一个邯郸交融 四三丹合一有一定的几率,可以突破至接丹期 形成真正的金丹 王林静静地坐在石室地道内 在这不大的空间里,此时密布着浓郁的阴寒之气 他双目紧闭,神识归体,心神沉浸在体内,祖鞘穴 他第一步要做的是在体内破除祖鞘 致使寒丹下城 三丹归一的难度很大 这一点,王林之前只是略有所知 但此时啊,他却深刻地体会到了 心难度若用很大二字来形容 实在太过轻描淡写 实际上其难度应该是难以想象的无比巨大 单单那个破除祖鞘 王林就已经静坐尝试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啊,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冲刺 那祖鞘四周有一股无形的阻碍 任凭他如何冲击,都无法撼动半分 修炼黄泉生鞘诀的要求是祖鞘 戏海,丹田三学 必须碎吏三次才能结成邯郸 其难度随次递增 第一次只能说有难度 而第二次则是难度很大 至于这第三次呢,那就是困难无比 现在王林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推算来说呀 就等于是让祖鞘学第四次碎灭 这难度啊,可想而知 多次冲击无果,王林改变了方略 他不再冲击,而是慢慢的磨耗 慢慢的,那层无形的阻碍 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薄了不少 不过这种以体内灵气不断摩擦所引起的疼痛 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即便是笔墨也难以形容 每一次摩擦,王林的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 窦大的汗珠啊,灰如雨下 他身体外的衣衫从坐下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干过 三当合一,若没有绝大的毅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过王林最不缺乏的就是毅力 当年参加横月派测试时 他的毅力就颇令人动容 在横月山的石阶上留下了两道血痕 若不是资源缺乏凭借当时的毅力 绝对可以被横月派看好并重点培养 可惜啊,这一切现在早就随着横月派的覆灭 烟消云散,的去不复返 王林的毅力惊人啊 他忍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 终于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摩擦后 祖壳穴破灭了 拳头大小的蓝色邯郸慢慢的从祖壳位置下沉 随着他的下沉一丝丝从旗上蔓延出的细密散絮 如同一条条细线延伸到王林的体内 邯郸每下沉一分,那些细线就多出一丝 最终,邯郸下落在汽海穴外 与内部的第二个邯郸紧隔一穴 王林深吸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开始了第二次的摩擦 又是三个月过去 汽海穴终于在一阵啪啪声中消散一宫 与此同时,两个邯郸猛烈地撞击在一起 王林只感觉身体轰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力量立刻从邯郸撞击之处产生了 疯狂地在他体内爆发 王林的面色刷的一下立刻苍白无血 咽喉动了几下后,喷出一口血污 这血污刚一出现 竟然立刻变成了寒霜 挂在四周的洞壁上 形成一片片红色的冰晶 血污喷完,王林身子一晃 储物袋内立刻飞出八块下品零食 这八块零食出现后 撞击在一起 化作零粉按照某种轨迹落在他身体外 形成一个诡异的符号 这符号唯一闪烁便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一把黑色的飞剑从储物袋内飞出 绕着王林转了一圈后 安静地飘在半空 魔头的虚影在飞剑上一跃而现 他先是看了王林一眼 脸上露出犹豫挣扎之色 但很快,王林隐藏在他体内的神石发挥了作用 魔头漠然间闹 生不起半点反噬的念头 乖乖地在四周防范起来 王林做完这些 脑袋一歪,一头栽在地上 他只来得及在昏迷前摆下一个防御阵法 说起这个阵法 王林前段日子做了不少顺发类的简易阵法 已被紧急使用 魔头一边在四周徘徊 一边偷眼看着倒地的王林 心底再次挣扎起来 按道 我要不要和他拼了 他应该不是装的吧 不好说呀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到底要不要和他拼了呢 可一旦要是没拼过 那后果 我去 魔头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连忙把这念头抛在脑后 一天后 被他抛在脑后的念头 慢慢的又回来了 他目光闪烁 盼着王林心底再次挣扎 他拼了 这可是最好的时机呀 一旦错过 老子以后恐怕再没机会了 不行不行 这王林狡猾得很 他怎么可能不防备我呢 自己昏倒了还把我放出来 这解释不通啊 魔头狠狠地摇了摇头 盯着王林呢 恶狠狠地继续想到 我才不上当呢 你继续装吧 上去拼了的想法 又一次被他扔在了脑后 又过了一天呢 魔头眼巴巴地望着王林 内心再次蠢蠢欲动 他低吼一声 心底想到 拼了 死就死吧 他奶奶的 我看这家伙不像是装扮 拼了拼了拼了 他双眼通红 身子迅速扑出 向着王林扑去 防御阵法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被魔头直接穿过 扑到了王林身上 但紧接着 魔头是连连惨叫啊 身子滋滋地冒出青烟 引有消散的沉寂 他一边迅速后退 一边惨豪道 我才知道 这家伙狡猾 怎么可能会不担心我反射 如此轻而易举地把我封出来 这个天杀的 什么时候在我体内留下的神尸 我以后怎么活呀 魔头是垂胸顿足 哀嚎不已 经历这把事后啊 魔头任命般 乖乖地蹲在墙角 呆呆地望着对面的墙壁 脑子里悲愤不已啊 在第三天 王林清醒了 他坐起身子 苦笑不已 他知道 自己还是小看了三丹合一的难度 两颗寒丹融合时产生的毁灭性寒气 是融合的关键所在 这寒气啊 不能让其宣泄离体 否则融合失败 但若不宣泄 他的身体则会承受不住 王林面色阴晴不定 沉默不已 究其根本呢 还是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寒气 但王林很不解 在他之前修炼黄泉生窍诀的前辈 那是如何三丹合一的 远了不说 单单说司徒男 他也修炼黄泉生窍诀 他又是如何成功的呢 王林苦思不得其解 而且这一点司徒男也从未提过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那寒气呢 王林喃喃自语 许久后啊 暗叹一声 目光投在角落内的魔头身上 魔头在王林苏醒后啊 就一直小心翼翼的偷眼看他 此时啊 见王林目光扫来 身子立刻一颤 连忙说道 喂 我一直在护法 没有半点松懈啊 王林大手一伸 抓住魔头 扔进飞舰内 起身跃出了通道 离开了石室 在李木碗的房外 王林向内看去 李木碗半趴在单炉旁的石桌上 呼吸均匀 正在寒睡 丝绸般的绣发 被他随意的跌在头上 落下几缕绕在耳间 笑脸微有红润 有种不失粉带 而颜色如朝霞硬雪的味道 一身紫色的衣衫裙 穿在他的身上 好似画中娇额般 浩如凝枝 让人忍不住 怦然心动 此时此刻 一旁的单炉冒出丝丝白气 这一幕 顿时有一种素女鲜蓉 斑斑入化之感 再加上这时事那样 李木碗女子精心的装扮 四周洞壁 挂满一些 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青绿色腾汁 那种斑斑入化的感觉 更加浓上了几分 一股药香味 阴隐传来 王林深吸一口 头脑立刻清醒几分 她看了许久后 慢慢地收回目光 转身看向下一个时事 这时事内 一半的位置 种植了大量的药草 另一半 则放置了一些 非炼丹类材料 其中蛟龙的半块头骨 赫然就在其中 蛟龙的尸骨太长了 尤其是头骨更是巨大 若是全部用来布置 久离尸骨镇 那有些浪费了 所以这头骨 王林之前有一次出来 让李木碗留下一些 吩咐了这事之后 她便开始了三单合一 望着小半块头骨 王林沉吟起来 这头骨的颜色 透出一股紫意 看起来不像是骨头 反而像是某种晶体 想必是蛟龙体内 特殊的构造形成 王林正观察着 忽然心神微动 转过身 没过多久 只见李木碗 朦胧腥松的打着喝起 走到时事外 她惊异的看了王林一 睡意顿消 这段日子 李木碗的心境 在慢慢改变着 她开始常常胡思乱想 生怕王林 对她受性大发 毕竟修炼死咒术的人 往往都擅长 裁补原因 但后来她发现 这个王林呢 几乎每天都在闭关 李木碗在这之前呢 一直认为 她哥哥李其庆 在修炼上 极为勤奋 但看到王林后 勤奋这两个字 立刻在内心里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在她看 王林已经是筑基大圆满的贾丹修 再进一步 就是结丹期了 可这结丹期又岂是那么好过渡的 据李木碗所知 火峰国几千年来 最快结丹的修士 17岁筑基大圆满 但是到结丹期啊 却是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这人正是火峰国的始祖 第一个元英其修士 把整个火峰国 从二级生生的提到了三级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仙逆》 《仙逆》 《仙逆》